8月5日,在巴黎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决赛中,中国选手何冰娇获得银牌。 颁奖仪式上,她一手握着奖牌,一手握着西班牙奥委会徽章的举动,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。 在此前举行的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,何冰娇的对手西班牙名将马林受伤对赛,何冰娇晋级。 女单颁奖仪式上,何冰娇举起一枚西班牙奥委会徽章向马林质疑。 非常可惜,也非常感觉,对于同样的作用运作员来说,我也觉得很痛心吧, 然后我觉得击害了比赛,因为还有,无论是决赛还是颁奖, 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形式,就告诉她我们在一起,希望她能看到,她能感受得到。 何冰娇的举动获得多家西方媒体胜赞,马林本人知道后, 也通过国语的一位西班牙籍体能师向何冰娇表达谢意。 我觉得奥林匹克精神,之前咱们说是更高更快更强, 然后现在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,奥运会它不只是一个经济场, 在这个舞台上也经常发生一些非常感人的事情, 就无论输赢了,我觉得都是运动员精神的一种表现。 何冰娇的这枚银牌用了两个奥运周期,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,何冰娇只不四强, 本来奥运周期,何冰娇积极备备战,调整状态。 在备战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,就学会了怎么去处理, 或者说直接避免一些问题。 我觉得有上一次这个备战经验,以后这次的备战, 相对来说在赛前焦虑,这备战过程中的情绪起伏, 这个比上一次要少很多。 或者参加过一次以后,眼界打开了, 然后再参加第二次的时候,就不会觉得非常紧张,压力非常大。 巴黎奥运周期,何冰娇获得多个公安赛冠军, 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女子单打季军。 本季奥运会,她以女单六号种子的身份参赛, 并以小组第一出现。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,艾比林击败世界冠军,印度名将新度。 四分之一决赛中,艾比林战士队友, 东京奥运会冠军陈允飞竞技办决赛。 三年前可能特别看重一个结果, 然后可能过程上做得不是很好, 然后这一次就感觉对过程上的专注要比三年前做得好一些, 所以心态上就是更加纯属稳定, 然后也更加享受这个过程。 我很意外也很惊喜的就是, 因为我小组赛第一场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半, 我都觉得早, 但是我一进去的时候, 球馆已经坐满了, 已经有中国的球迷朋友在那里等我了, 就在呼喊我名字, 然后给我加油, 我特别希望在他们面前能打出一场好的比赛。 搬在台上, 何冰娇手里拿着奖牌, 仰头思考, 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年轻选手, 也能像他一样感受这份热情。 一开始参加比赛应该就是我跟陈宇飞, 现在看漫漫的, 哇, 我们在顶级的比赛里有六个人可以参加, 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, 说明我们整体的这个水平就非常非常高, 我觉得未来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年轻选手冲上这个排名, 然后我们一出去就不止六个人, 我们八个十个就浩浩浪浪的一起出去参加比赛。